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很香吧 小金鸣 要不要来点 可以让你咬上一大口 怎么样 寂天师傅 你往庙里带肉 这可是犯了大戒了 是啊 被你这么一说 我身上倒是阳起来了 这几天背上长了个戒 你怎么知道的 寂天师傅 我说的戒不是身上长的那个戒 是清规戒律的戒 出家和尚将就三戒五规 是那个戒 我听错了 小静明 三规是什么 五戒又是什么 不会吧 姬师傅 你都忘了 这没办法 就告诉你吧 五戒就是戒杀 盗 淫 忘 九 三规是佛 遇下去了 姬师傅 是什么 是狗肉 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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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吃肉了 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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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惊小怪的 你慢慢哭 我先尽致啦 先坐下 一个人吃怪没意思的 不如 来啊 瞧一瞧 看一看了 有新鲜出炉的狗肉卖啦 来 快来看啊 什么声音啊 不要错过了 走走走 好像是寂天师傅 他回来了 新鲜出炉的狗肉 背儿香嘞 快来看啊 有狗肉卖喽 新鲜刚出炉的狗肉 有买的吗 快来买呀 你怎么把肉带进寺里来了 这可是犯了大戒呀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真的是块狗肉 可离远点 离远点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季师傅 你还是别买了 如果让尖四广亮看见了 又要定你的罪了 管他呢 你们买不买我的狗肉啊 哼 季天 你卖狗肉 我可不管 我问你 方丈派你画的一万两白银修大碑楼 期限到几时啊 好像是今天 那一万两银子呢 一万两没有 我倒是有个九千 季天 你少在这里发疯 走 跟我见方丈去 你急什么 火烧大碑楼时 我和方丈说好是天交正午 还有一个时辰呢 好 我就多等你一个时辰 看你哪来的一万两银子 哼 怎么办 怎么办 吃肉了 饭结了 一定会被佛祖责罚的 小和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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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说要向我们四里高僧问禅了 啊 有几十位官爷 快快有请 快快有请 禅 这个禅嘛 我就懂嘛 来人哪 拿我的袈裟跟禅杖来 想不到我广亮 在灵隐寺里隐姓埋名了二十多年 终于有了露脸的机会了 真是老天有眼啊 什么缠不缠的 就凭我这件花了五百两银子买来的袈裟 和三寸不烂之蛇 那些个有钱人就得对我心服口服 乖乖的把银子给我捐出来 我都忍不住钦佩起自己来了 阿 阿弥陀佛 欢迎欢迎 各位施主 我是这里的尖字 广亮 也是除了方丈之外 灵隐寺中唯一懂禅穴的高僧 对不起 请让一下 我们要找的是济巅活佛 什么 济巅是活佛 那我广亮又是什么呢 难道就真的没人理我广亮了吗 济公活佛呢 难道济公活佛不在寺中 看来是善缘不巧 我们还是去别处问禅施舍吧 我们走 施舍 对呀 只要有银子进来 我广亮就有油水捞了 各位请留步 各位请留步 济巅正在寺中 各位施主 这边请 卖狗肉了 六文钱一斤 快来买呀 买狗肉了 济巅这家伙 还真是给灵隐寺 便宜了 便宜了 快来买呀 快看啊 这才是活佛罗汉的气象 大家快来拜 这些人是不是脑子都进水了 以为济巅是活佛 弟子久仰圣僧大明 此番特地前来问禅鸡的 你禅了 似乎这块狗肉太香了 来一块吧 我也是久仰圣僧大明 前来问禅鸡的 鸡者禅也 禅了你也来块狗肉吧 我们是来问禅鸡庙里的 并非是嘴禅饥饿的禅鸡 乃是因同字不同 原来是那个禅鸡二字啊 不是这个禅鸡啊 不好意思 我听错了 这祭典不仅疯 而且还是个白痴啊 这和尚看上去傻乎乎的 还是个懂禅学的高僧啊 不知道啊 是不是搞错了 我问师父禅鸡 若师父说对了 我们愿意施舍银子 盖大碑楼 若说的不对 我们就到别的庙里去施钱去了 几天啊 可一定要说对啊 那可是一万两百花花的银子啊 走开 别碍我事 都给我听好了 我只说一遍啊 山里有水 水里有鱼 三鸡共凑二十一 人有脸树有皮 萝卜筷子不洗泥 人要往东 他偏往西 不吃干粮尽吃米 这个名叫禅鸡 你听懂了吗 不太明白 你吗 好像在胡说八道啊 我问的是佛门中的奥妙禅鸡 参禅之禅 天鸡之鸡 师父 你说的那个不对啊 你好大口气啊 也敢说佛门的奥妙禅鸡 好好好 我和尚若是说对了 你们就得捐一万两银子盖大碑楼 好 当然一言为定 虚知参禅皆非禅 若问天鸡哪有鸡 鸡主空虚禅主禁 近空空尽是禅鸡 罗汉爷的佛法使我们茅塞顿开啊 尖四的和尚 元伯伺候 是 是 来来来 大家到这来签名 激宫换来了一万两银子 和尚们从木材厂买来了木料 大碑楼终于得以重新修建了